先來看一下這個Web Security跟Hacking Defending的這兩個部分 就是Web工房 這個第一張投影片我們前面已經看過了 什麼叫做Hacking Hacking的目的是什麼 這個也沒有看過 什麼叫Hacking最早 Hacking的目的不是去秀自己的東西 今天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 有一個美國抓到一個有史以來最什麼什麼的一個 要判40年 不過另外一半是她的她是什麼樣 是最青春貌美性感的女駭客 不過我看了一下她那個資歷 照我們定義她不是一個駭客 駭客是為什麼呢 是為了更加了解世界 那駭客裡面很重要的幾個重要特質是什麼 你要 你能夠finding intended or overlook user for the law and the properties 就是有些法律還沒有規定的 或是有些別人還沒有看到的東西 你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就你的觀察力會比別人強 其實這很重要的 上次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 所謂的為什麼我們要算命 有時候易經為什麼要普掛 那都是為了要 讓你看到一些你平常看不到的東西 這個 你的觀察力要比別人強 第二個呢 你看到一些 法律上還沒有規定的 還沒有規定 有這個中間地帶 很多事情我就可以做 那有規定的 有規定 但是事實上還有一些合情合理的 你即使沒有規定 比如說你不符合這個情理的話 那在某個角度來講 去判決的時候 你還是法律上 你還是有罪的 第二個呢 applying the finding in new and invented way to solve a problem 你可以用你找到的這些東西 去解決 解決一些問題 你可以用你 你分析你發掘的那些東西 那這個才是 這個hacker裡面最重要的這個概念 我不知道Nistria有沒有講 去年我去Nistria 這個稍微講一下 因為去參加Nistria的同學 我覺得都是想到想要破解相簿 或是這個破解密碼 這個是最初的東西 可是 可是這個對hacker的定義 其實是很 有的時候是很模糊的 那第二應該是這個 那第三個呢 那hack solution follow the rule of the system 基本上你 你還是要follow這個 rule 你不能夠去做 你不能去做 不符合這個遊戲規則的事情 那像我就講 你可以去看到一些東西 你有這個紀錄去看到一些東西 但是如果你把看到的東西拿去賣 或拿去做壞事 那你就已經破壞規則了 因為那個在任何地方 你就不可以去做了 就是偷竊 別人家門打開 你進去了 你進去的目的 別人家門打開你進去 可以做什麼 你是你的朋友 你把他門關起來 看看裡面有沒有壞人 那這是好的 你進去的 你把東西搬出來 帶回你家裡 那就是犯法 對不對 所以你進去是幹什麼 你進去不跟別人講 那別人不知道你的企圖是什麼 可是你進去以後 你去報警了 OK 那你是好人 那進去你把東西 來到你的口袋裡面了 那你就是壞人了 所以還是要follow這個 所以hack也是 你到別人的這個系統 到別人的網站 同樣的 所以這個hack的essic的 人理學 對 我們都有人理學的 這個 其實我本來有點想去 讓大家上上人理學 後來想想看 還是不要了 我要上課太多了 這個人理學 就其他老師上吧 那就 Appreciation of logic is an art form 你要把這個 邏輯 你有很多的邏輯 邏輯跟藝術一樣 你自己一定要有邏輯 很多人做很多事情 是沒有邏輯的 那這個邏輯跟art一樣 有時候很有漂亮的邏輯 就是你可以增進你的思考的 那promote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這個也很重要 駭客不是每個人要嘗試的 很多人都說 我的東西我不要放到網路上去 我不要跟別人講 尤其在現在這個世界上 你跟別人講 跟不跟別人講 沒什麼差別 別人想要學到處都可以學得到 所以基本上是要分享 你的flow of information 是跟大家一起在分享 所以這個 這個是駭客的這個 所謂ethic的 倫理道德要注意 那 那hacker呢 for both to write code and those who exploit 這兩種 就駭客不是 就是去要破壞的 我去寫程式的人 也是要當 也是一個駭客 就是說 通常我們說 比較做壞事 叫cracker cracker是去破壞的 那hacker呢 是 是這個 我 主要就是 你是懂技術的 而不只是用工具的 你可以了解工具 再去用工具 那你也可能會去寫工具 那你不是一個只是會用工具 不是了解原理去 去這個 去做一些那些事情 那我們不把它認為是所謂的駭客 但是 有不同的定義 因為我講的是最正規的定義 因為在駭客最早是從這個 在MIT的一些學生 他在做鐵道 做無線電 這個你去看書上 或在很多地方都有寫 那個駭客最早的 這個名字怎麼來的 這些 但是基本上這些都是精神 那其他用去犯罪的那些 其實都不是 那整個 defending 跟attacking 我們這門課叫攻防 所有的攻擊跟防衛 攻擊的駭客 跟防衛的駭客 那其實都是一直在 一同在演化的 這沒有錯 這個技術是一直在進 所以你有什麼 就有工房之間 那為什麼說 工房呢 有的時候房的人也要知道工 你以後到任何的公司裡面工作的時候 你自己都會要做 我們要做什麼 滲透測試 那就是工 就是很多公司 我們現在有很多學長 都在這個安全公司工作 他都在去滲透 或者是別人去雇 雇你這個公司來幫我 來做滲透測試 就我要會工 然後呢 要找出弱點 然後再怎麼樣 所以工跟防這個是 一同在演進的 而且一直在變化的 那一般cracker呢 我們說cracker就是 就是用工具 而不知道這個 不知道怎麼做的 那個就叫cracker 那個就是我們 我們當然應該是要往這個比較 當然壞客 有時候說white hat black hat black hat black hat 就比較像是cracker 那white hat的話就是 跟我一般所謂的這個 如果要分到black hat 或是white hat 就黑帽 白帽 好 hacking的定義大概這個樣子 那另外還有幾個 重要的提醒 就是你用工具的時候 工具可能會很危險的 那hacker跟cracker很大的一個不同就是 所以工具本身是很危險的 第二個是工具本身 自己就會有危險的 那另外一個是 hacker跟cracker有很大的一個不同就是 有時候公司會 做滲透測試 公司請hacker來去幫我做測試 那cracker沒有permission 你有沒有permission 可不可以做這個事情 你違反別人的遊戲規則 實際上就沒有permission 所以這是比較嚴謹的定義 有沒有permission 沒有permission都不可以的 那個那個 就是比較嚴謹的hacker跟cracker不同 那基本上 反正上網必留下痕跡 在哪裡留下痕跡呢 在logs 就所有的這裡做 這個 好壞 這個後面這個馬跳過去了 這個 這個我也要跳過去了 這個 這個 這我們後面會談到的 這個 OASP的十個 後面都會談到 所以這些我們就跳 我們之後就從課本的地方來看 那我們課本上面 大概 我們剛剛有稍微介紹過課本 課本上有這麼多個chapter 那今天談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還是一個review reviewweb2.0 可是web2.0的這個概念 我想大家如果修過web 新興技術就比較清楚一點 沒有修過web 新興技術的話大概也聽我講過 web2.0是什麼呢 web的整個演技的歷史 傳統的 用一個ASP 一個JSP 一個PHP的程式來做一個網頁 一個動態網頁 那個我們做這個 那個是web1.0 後面連個資料庫 那web2.0呢 就是 有人很多人參與了 有分享 我們現在用到的這個 很多的系統 包括這個 在Facebook上面 有社群 或者在這個 有人做分享的動作 像YouTube上面 大家在分享 有貢獻 那這些 基本上都是web2.0的這個 世代的產物 然後 那我們今天的focus 不是在那些部分 那些部分 我們過去的課程 或其他地方談很多 那同學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過去 在其他課程裡面 介紹web2.0的那些 投影片啊 或 或者是YouTube上面錄影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比較從 技術面來看web2.0 包含是ajax 包含了這個web service 那些原理 那為什麼要看ajax 跟web service 主要是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東西 在我們後面的 後面的這些技術裡面呢 都要針對 因為這些東西 在過去傳統的web裡面 它比較少用到 但現在呢 是大量的使用 那這些東西產生的問題 是屬於相對的 跟傳統的web 比起來是比較新的問題 那我等一下都會 稍微跟大家做一個 很快的這個review 那在課本裡面 這是分兩張 就課本的第一張 跟第二張 那我有加一點點東西 在裡面 那第一張就是web2.0的 introduction跟這個security 那告訴我們web2.0 有哪些的變化 怎麼這個世界 就一直在變化的 不斷的變化 那這個 變化是什麼樣子 然後web2.0的這個 演進的過程是什麼 然後它的技術 包含哪一些 然後應用這些 其實一直都在變了 那這個 還有哪些case case也是很多 這個遊戲我們就很快 看一下 那web2.0 最重要的factor包含哪 主要是social的 以前這個就是一個網站 對你提供訊息 那現在呢 有2位 2位 包含了 像在facebook上面 人對人之間 這個2位 那還有很多是 網站跟網站之間 我網站不是只是做clime 不只是clime server不只是server clime它有的時候 會做server server的時候要做clime 那這就是什麼 又是clime又是server 這就叫做什麼 一種什麼樣形式的computing 如果既是clime又是server 這叫做什麼 peer-to-peer 對不對 peer-to-peer 我們傳統的web 我們看hp裡面 傳統的web server 它永遠就是server 瀏覽器這邊永遠是clime 因為hp的protocol 它這個clime它只能提request server呢 web server它只能response 一個網頁回來 那那個是傳統的 可是呢 現在呢 現在http用在哪裡 到處都用在我們說 我們監視器 到任何地方 攝影機等等的 所有的地方都有 都有web 都有web server 都有web client 那因為他把server跟clime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它就可以兩位 你一個node 我又可以提出request 又可以接受response 那這樣子的話 每一點都可以跟每一點溝通 不管是前端或是後端 這就peer-to-peer 所以不只是人跟人之間可以溝通 網路跟網路 就node跟node 程式跟程式之間 那都是透過什麼 都是透過http溝通 所以web已經是 不能說統一世界了 就這個 從某個角度看 你看Google他出完Chrome的那個 Chrome的這個 Processor以後 他現在最主要在推什麼 Chrome的什麼 OS 也就是說你的桌面上面 就是一個瀏覽器 沒有其他東西 事實上從IE4.0的時候 這個webOS的概念 就一直在被提出來 但是微軟比較不用功 也比較不夠力 他推的不是那麼成功 但是ChromeOS 它就是一個作業系統 作業系統的介面 就只有一個瀏覽器 沒有其他任何東西 那這個 所以web 那這個是透過 所以它傳輸的Portoco 就只有http 下面都還有 但是你使用者看到就http 應用就http 那傳遞的資料是什麼呢 傳遞的資料就是sml 就是sml 當然說那是不是有接上嗎 有什麼沒有錯 那些都有 那有的是在crime 有的是簡化 但是主要的核心 尤其在後端 那就是sml 可以雙向 雖然是web 它天生是單向的http 可是雙向可以 那另外一個是 為什麼有web 2.0呢 market 我們web一定要努力 然後呢 往前進 這個要賺錢 competing 大家都在競爭 技術也在延進 那這個 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一稍微停滯 就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一個研究生 這個 他昨天上了晚上的課 他就 就說 我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晚上研究生的課 我沒有錄影 結果 沒有想到他在這個文章裡面 給我po出來 我說這個 不過講了也沒關係 我說微軟 經常動不動 就睡覺睡幾年 他一睡幾年 起來以後這個世界就變了 就是這個 這個 雅虎都做了一些事情 Google都做了一些事情 那他想要重複在做 做那些事情的時候 他都晚了 然後他慢慢就放棄了 這個 那 微軟在IE4出來以後 他就睡了好多年了 那 但是一直 你在睡覺 別人在進步的 所以這個技術上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外面的影響 不斷 遲早是這個樣子 那 那整個PASS 整個演進的這個PASS 我們說不是Revolution 是Evolution 這個是演化 生物上演化 演化過程裡面 從靜態網頁 到這個Dynamic Synchronize 的Sharing CGI 最早的CGI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這個古老故事 我就不講了 對不對 外部課已經都講過 然後到ASBGS PHP 然後 那這個 這個是比較最傳統的 1999幾年的時候 那到了 2000年以後呢 很多Friendwork跑出來了 那不只是這些了 自然自然 1999幾年就已經有Friendwork了 像DNet 微軟的 Ruby on Rail Python Django 那還有很多的Model View Controller 這個我們等下都會再看一下 Model Controller的這種Model Well 這些這些東西都是新的Friendwork 在Web裡面 過去很像只要連接 我寫一個這個程式就可以 現在呢 讓你更方便的寫 然後讓你的資料庫 讓你的前端後端 做一個比較好的區隔 那發展者更